香港本身養了一個文化其實很悠久 本書裡有寫到 第一條雀仔街其實是在19世紀末中環 在這附近 國蘭街開始 然後慢慢移到不同地方 移戰之後去了旺角 1950年代左右就在旺角 朗豪坊後面的康樂街 就有在九龍的第一條雀仔街 事主居重建關係 1996年左右就搬去太子花墟旁邊 所以可以看到穿兒女文化 養了文化在香港其實一直上上下下下下 我本身因為都在香港俊大 我曾經經過在酒樓拿著上去 例如我爺爺,我爺爺,我爺爺都會拿鳥去走 我自己對鳥仔其實不是特別喜歡的製作 我對鳥的手工藝很有興趣 機緣俠之間有藝郎找我去跟陳樂財師傅去學習他的東西 這個其實叫做太子籠 太子籠的特色就是小的那些是養相師專用的 太子籠其實是源於廣州 廣州十三行的太子爺拿起來的籠 而廣州有名的是劉雕這類型的雕刻 所以他會把所有他們聰賊的東西放在籠裡面給你看 不要說民族是一個地方,一個地域的團人 為什麼可以覺得驕傲? 是因為他們某些能力很高 養鳥的文化其實在香港以至中國整個地區都是很厲害的 而都很獨特 我在景德鎮跟一些做雀杯雀城的人聊天 他們都說香港其實做得最好 因為香港人很靈巧,也都很偉馬 基本上有很多新的點子會放進去 我師傅的師傅就是師工 卓康師傅大師 他是香港首位一指的工藝 即是雕龍工藝師 他最厲害的一件事是創新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秉承了香港人那種創新態度 這次除了講雕龍之外 我們是一個設計展 所以其實有很多設計元素放回這個展覽中 由雕龍工藝怎樣去推到新的一個Generation 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生活產品可以出到來 整套的椅子和桌子都是由一個養鳥的文化裡面 去產生演練成的一個設計 特別可能你會看到腳那裡會有很多條的竹條紮成 但其實可能你會覺得會不會支持不到會不會不夠力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你一枝木條你拍的會拍得遠 但你一束一百枝拍是很難拍得遠的 其實就在這個概念裡面會看到原來竹條它可以有 成為一束的時候它有足夠的支撐力 每一條都可以有它自己的彈性 然後其實可能你再看回在雕龍那個狀態裡面 你會看到其實雕龍的腳都有三個位置 其實看回那三腳椅子 其實這個形態上其實都是基於雕龍的形態去產生了 你一聽傳統工藝覺得是一件很裸背的事 或者不會跟年輕人的事 但是接觸之後你就會睡覺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值得再去探究 或者你會發現一些新的方向 包括今次會做一些跟雕龍有關的傢俬 或者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做到